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KPL秋季赛又闹出了一件大事 而且这件事属于男一七尺的那种 在昨天老干爹和VG战队的第四局比赛中 传出了一段不该有的声音 属于男女之间的那种 瞬间就引起了各路网友的焦点 这里放上一段原声 小伙伴们记得放卖音量 看看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今天在对线上就能有优势 他们的就是感觉 选手在对线上就可以说 今天的状态上 选手对线有一定差距 你觉得这个是状态的问题 还是手法的问题 手法,今天的手法 我觉得手法的问题 今天的手法肯定是 我觉得单方面已经碾了手 如果你对线出了问题了 按照各路网友的说法 要么是有人在浏览器播放不该有的东西 要么就是现场实战 目前官方已经删除了各大平台的本段语音 看来确实是有不雅的声音传出 否则不会惊动官方 至于事情的真相如何 就看官方会不会给出说明了 平时大家都喜欢称TPL是草牌班子 因为他们总是会犯各种低级错误 以及各种骚操作 如果这次的事情 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恐怕草牌班子的名声就洗不干净了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呢